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1号到花莲参加感恩查会 针对准备要争取连任的现任国民党籍议长张俊 被以排黑取消提名资格 朱立伦表示说国民党向来有明文规定必须贯彻 而至于中国近台湾水产加工食品 则是期待执政党可以做出实质的帮助 来到花莲感恩查会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被党员簇拥 现场徐珍未紧跟在侧 但为了正副议长之争 国民党最近可是暗潮汹涌 出事 免张处的影响不审 出事 议会殿堂上大动肝火 国民党籍议长张俊涉入贪污案 受到党内排黑条款影响 虽然只能以无党籍身份出战 还是高票连任 但如今他想守住议长宝座 兰英决定不再支持特定人选 张俊执疑现党部对他设下重重障碍 强调自己会参选到底 我们所有的相关规定 都有明文的规定 对于猜选公职提名的明文规定 这个都是我们一项必须要观测的 班旗连孔朱立伦重申党内规章 其实当天行程比原本晚了20分钟 传出就是在开闭门会议 讨论政府议长推荐提名人选 花莲县党部也强调党章早有排黑条款 张俊涉探一选被判七年八个月 问题出在他自己 国民党坚定的执行我们的排黑条款 那这是我们国民党比民进党更为严格 那民进党是不是要照办理呢 蓝绿高举排黑大旗还要互相照进 谁做的更彻底 也为求合一大选后地方权力重组 投下更多变数 接下来我们的陈铭华权谋报道